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1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方家伟 在18号疫情指挥中心宣布 本土个案有1390例 而在花莲则是新增了57名确诊的病例 花莲全中运部分赛事延期来办理 不过花莲驴域潭进行的清廷禁忌 以及进水标杆部分的赛事 17号已经完赛 但是却传出了有选手染疫 接续登场的龙州赛因此停赛一天 进行场地的清销 花莲县政府18号也下午召开了记者会 说明防疫的相关情况 花莲18日新增57名确诊人 累计确诊632人 多次第二三波感染 而17日在船群中运蜻蜓选手确诊 花莲县政府在记者会上说明 第一个是小加拿大美与补习班的部分 那现在这四个人确诊的部分都是 无论是学生或者是家人 都已经是在这个居隔的名单中 所以它的外扩外溢是不会的 所以它已经在居隔的名单中 而且它是由因转阳的部分 那另外莫立花莲医院的部分有13人 而13人里面有记护人员 也有他的家人 那家人也是本来就是在确诊名单的军毒中 那另外有一个比较特别的 就是有一位是这个布花的这个病患 那他回到了布花去领药 去看诊领药 他这个后来这个被追回来的部分 反正是13个人中间的一个人 那另外就是我们的 大家都说满月酒的部分 那现在满月酒的部分 我们已经有溯源 溯源到这个外县市参加婚宴 带回来参加满月酒的喜宴 而传来出来的 那昨天还有个庆丰年餐厅的部分 除了厨师服务人员 以及外场服务人员 一共四人 那这个源头也找到了 也是在满月酒参加满月酒的这个部分 所以满月酒 也就是外县市宴会 婚宴群聚的部分 延伸出来的有11个人 11个人这是在河中举办的 所以在河中部分 有台临雅林有很多的基層劳工 那我们也在昨天 跟台临雅林来联系 台临雅林也成员 都到了805来做快塞 快塞通通都是医院性 那另外是就是婚宴 是马尾婚宴的部分 有在扩生出来是5个人 其中有学生 也有当地的居民 还有这个护理师的部分 也有导游的部分 那另外在外县市的确诊 然后这个乌萨花林 这个匡列的部分 阳性确诊都5人 他是在昨天晚上 就是7号的晚上 他回到饭店之后 发现自己的身体呢不太舒服 然后有发烧的情形 所以就马上跟教练反应 然后马上的进行快塞 那快塞结果阳性之后 就马上通知我们全中域的职委会 安排PCR的检测 然后PCR结果阳性而确诊的 那这位选手呢 他住宿的地方是玉山神学院 那选手住宿呢 是由选手就读的学校 统一做安排的 那玉山神学院呢 目前有210位的选手 包含对职院入住 那感谢卫生群的马上的 提供了快塞试剂 那目前的选手呢 210位的选手呢 正进行自主快塞中 那我们也在等待快塞的结果 那整个呢 确诊的消息出来之后 经过全中域的职委会 还有高中提众跟裁判长 召开一个紧急的会议 那决议从今天18号到20号三天 暂停比赛 然后并且进行清晓 那后续的部分呢 会是整个的疫调结果 然后再和提众跟裁判长 召开会议之后 才能够神圣的评估 后续赛事的一个规划情形 那我们会尽数的公布 目前210位相关选手 已请卫生局协助快塞 陆续等待快塞结果 另外部分龙洲赛选手 与蜻蜓选手重叠 有些尚未抵达花莲 飞驻在神髓院选手 已回到各县市 并宣布停赛三天 记者长帮演华林士报导